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一起重结伤疤 深入认清日本人穷凶极恶的丑恶情境 话不多说 咱们接着往下看 1937年11月 松户抗战已经持续了三个月 战场上尸横遍野 堆积如山 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登陆 中国军队也陷入了严峻形势 只能从战线上全面撤退 后来上海沦陷 日本人的兵分开始指向南京 12月13日 南京城破 曾经宣誓要与南京城几十万百姓 共存亡的宪兵副司令萧山令 带着手下的士兵们在下关江边 与日本人激战了五个钟头 直至弹药耗尽后已身殉国 而他率领的所有将士们 也全都倒在了血部之中 先去染红了精灵大地 当日本人攻入南京城后 便开始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他们在短时间内就建立了燕子机 鱼雷营以及中山码头屠杀场 多达二十几处地方 这些日本兵身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 他们杀害南京平民 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甚至还会受到鼓舞 他们不仅用气枪扫射 还将无辜的百姓活埋 怕埋得不结实 甚至不停地在周围用脚踩踏 除此之外 他们还举办比赛 比谁的刺刀更快更准 仅在下关草屑一处屠杀场 日军就杀害了乡亲六万人 种种刑警可以说是残忍至极 城内的老百姓们吓得都躲了起来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 她们剪短头发 在脸上涂满墨水 让自己看起来很脏 可即便如此 都没能逃过一劫 日军分成小队 四处分散 在城内到处搜查百姓们的藏身之处 当一小队日军发现可疑教堂后 立即跑去叫人集结 而教堂内 占满了难民和伤兵 他们看到小日本都心生恐惧 只能乖乖把手举起来 这一举动也恰恰能看出来 日本人到底有多可怕 后来日军将这些难民们押送出去 赶往屠杀场 沿路的大街上 满地都是没人管的尸体 树枝和垫线杆上 也被绑着奄奄一息的人 妇女们像牲口一样 没有尊严地被捆绑着拖走 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日本对这一切并没有丝毫触动 反而若无其事的说效 甚至还兴奋尬舞 可见有多丧心病狂 在这座城市中 唯一尚存生计的地方 就是金陵女子学院中的 所谓安全区 大批难民涌入安全区 寻求援助 负责人拉贝 以及金陵女子学院 魏特林女士 都竭尽全力去解救 被困在南境的难民们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和小日本周旋对抗 当然 拉贝他们确实保护了不少百姓 在一定程度上 也起到了缓和的作用 可日本的残暴行为 并没有因此就停止 他们已经杀红了眼 封到无视国际条约的程度 不仅时不时地跑来安全区 频繁屠杀 还把那里当成了青楼 公然地强奸妇女学生 就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说吧 在南京沦陷期间 日本军官经常会驾车闯入学校 强行掳走项链的女性 这些被抢走的人 基本上都没有再回来过 有些女同胞不愿意受此取辱 宁死不从 而从蜷缩在床边的女生的神情中 也不能看出 她曾遭遇了多么严重的创伤 每次看到这种场景 作为国人的我们 心中都不免充满了激愤和屈辱 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 呼吁大家无望历史 警钟长鸣 今天让我们一起重结伤疤 深入认清日本穷凶极恶的丑恶行径 话不多说 咱们接着往下看 面对日口这样惨无人道的屠杀 我国人民难道就没有进行反抗吗 事实上滞留在南京城内的国军官兵 虽然零星 但屈民们都曾进行过抵抗 而且在这段最黑暗 最恐怖的历史中 反抗其实一直存在 当时南京守军高炮副连长沈贤 带着士兵后车到太平北路 莲花桥附近时收到消息 说是看到几个手持枪械的小日本人 正在杀害附近的近百名百姓 沈贤立即带着余部前去剿灭敌人 以牺牲了两个士兵的代价 把那几个敌人全都歼灭 成功解救了那些百姓 此外还有同为军人的陆建雄 也是南京城中最后抵抗日军的人 当初日军采取欺骗手段 把民众们集中在一起 反绑住双手 并带到固定集中点 找时间进行机枪扫射 这里上到八十岁老人 下游几岁孩童 陆建雄也和他们一样不幸被俘 然而即便当时他和身后难民们一样 双手被绳子捆住 也依然带头站了起来 朝着城外走去 试图做最后的抵抗 或许那一刻在他心里 想的是哪怕死 也要死得有尊严 而面对手持武器的日本兵 剩下的同胞也不再惧怕 他们毫不犹豫地随之起身 大步跟着上去 愤怒的呐喊声在这一天响彻天空 赤手公权的战俘和平民 忍着饥饿和无力 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他们一拥而上冲向日寇 与他们进行了拼死斗争 可惜的是 由于他们一个星期都不曾进食 体力早已消耗殆尽 最终他们还是像此前的同胞们一样 被小日本居高临下的疯狂扫射 全部被害 这些如汹涌潮水般的呐喊声 最终也变成了悲惨的哀鸣 除此以外 南京还有许多军民 在面对日本人的烧杀抢掠 也没有退缩 当小日本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獠牙挥起屠刀时 南京的军民们 并没有像任人宰割的羔羊一般 束手就擒 反而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同日本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 他们在那段充满了黑暗和恐惧的时期中 即便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也要硬撑着进行英勇抵抗 而许多人在此过程中都壮烈牺牲 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却的 回顾这段屈辱的历史 日本人对我们同胞犯下的罪行 简直庆祝难输 对于这些残忍的行为 或许国人的口号有很多条 但实际上只有一条就够了 那就是牢记南京 勿忘国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